真是久违的阳光普照 挥别了上个星期又湿又冷的寒冬 这个星期一开始明显的回温 而东半部有局部短暂性的雨势 周二至周四天气稳定 不过日夜温差还是很大 到了周五东北季风又逐渐的坚增强 迎风面的水气是稍微的增多 在这个星期的周末又恢复了稳定的天气 民众不妨利用这个周好天气来打扫整理 因为下个星期预计又湿一个又湿又冷的天气了 历经上周寒流极东一整周 本周全台迎来温暖如春的好天气 各地江市多云稻勤 花东周一起尽管清晨气温偏低 到了白天气温回升 周日到周四大致天气稳定 迎风面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 而日夜温差大 民众出门还是要注意保暖 整周来看就只有在2号的时候 稍微的东北风进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花莲的温度会稍微降一点点 那高温降了也不多 低温也没什么降伏的一个情形 30号这一天 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就会有一点雨 然后从31到1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花莲 其实就是只有很局部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2号的时候 东北风稍微影响到花莲 然后温度下降一点点从高温从25降到24 然后低温从19降到18度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3号开始东北风又减弱了 然后就一路温度就会往上升 然后目前看起来这一周天气 其实都算还蛮适合晒被子大扫除的 所以这一周其实如果想做过年前的大扫除 其实是蛮建议这一周 在礼拜五六日或是六日一 看起来天气都不错 到了周五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迎风面东半部水气稍微增多 不过到了周六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又回升 预计周末两天又是稳定好天气 最高温将来到26度 最低温来到18度 而下周恐怕又将转为湿冷天气 农历春节将至 民众可把握这周好天气 提前整理大扫除 记者长邦远黄连世报导